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是巧克力饼干耶 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嗯 香香甜甜的 好好吃啊 这是玩具 哦 这个玩具可以发生发光吗 把隔天片取出来 哦 这里还有开关呢 玩一玩 哦 它发光了 哇 这里有灯光 闪烁的彩色灯光 很漂亮吧 小朋友们玩过这种玩具吗 就像弹光一样 哇 就是这样子玩的 是一个可以跳跳的像弹光一样的玩具 哦 好玩吧 是不是像一只虫子呢 哇 好有弹性啊 可以拉得很长呢 啊 好有趣的玩具啊 接下来再插小骑驱蛋 小骑驱蛋有五颜六色的 上面的图画也不同 先插哪一颗呢 插这颗蓝色的吧 包装的上面有一个男生 是一张男生的图案 里面有巧克力饼干 好 打开这颗鸡居蛋 这是一颗乐豆蛋 这一半是玩具吧 哦 猜对了 是玩具 这个呢 是吃巧克力饼干的勺子 这是一个橙色的小勺子 吹一吹 试一试 哦 这个小勺子太小了 不是很响 好小的一个小勺子呀 这个呢 哦 是巧克力饼干 接下来再拆一颗 紫色的女生版的骑驱蛋吧 骑驱蛋的上面画了一个女生 打开这颗女生版的骑驱蛋 这一半是巧克力饼干 这一半是巧克力饼干 哦 还有轮子 是一辆飞机车车 还有一个吃巧克力饼干的勺子 接下来再拆一个不同颜色的 这颗紫色的热豆蛋 热豆蛋的上面也画了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的表情好像是生气的样子呀 打开它哦 先看看玩具吧 这是一只什么动物呢 像是一只小兔子 一个绿色的小兔子玩具 还有勺子 这半是巧克力饼干 就不打开了 接下来再拆一颗绿色的热豆蛋吧 这颗蛋上面是谁呢 小朋友们认得吗 像不像是随悟空啊 他的头上带着金箍咒 带着金箍咒的小猴子 还有红色的围巾 我想一定是随悟空吧 好打开随悟空的这颗热豆蛋看看 这是什么好玩的呢 哦 是一架粉色的飞机车车 还有勺子 这半是巧克力饼干 不再打开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呢我们就玩到这儿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 谢谢 记得下次收看我哦 拜拜